各位大家心情好嗎?臨時開拍一個 紀錄啦 就是 我買這個行車紀錄器呢 算我倒楣買到有瑕疵的 但是呢我聯絡那個蝦皮的賣家 可是蝦皮我點進去的時候 他顯示一個視窗 就是 賣家已不存在 靠腰勒我怎麼反應我的行車紀錄器有問題 OK好 然後當初以為 我以為是後鏡頭壞掉 來 當初以為我以為是後鏡頭壞掉 然後我就在 蝦皮上面又買了一個後鏡頭 5pin的就是5針 他裡面有5個針孔 對 5pin的 行車後行車紀錄器的 鏡頭 結果這個是新的喔昨天到貨喔 這個是新的喔昨天到貨喔 看一下齁新的昨天到貨 然後我裝上去唷 結果不是行車紀錄器 結果不是後鏡頭的問題來 我把它裝上去 OK已經裝上去了齁 那我們打開店門 就知道 為什麼我會那麼那麼水小了 幹 一句話 幹他媽的 來我之前有講過齁 我把 補光燈 弄掉 我之前講過 如果前後鏡頭有在運作的話 右上角會有個小視窗 那個小視窗就是 後鏡頭的影像 結果他沒有 他完全整個版面都是前鏡頭 所以呢 不是鏡頭的問題 而是這台主機的問題 我覺得也不是主機的IC版問題 可能是這條PIN 這條線 主機連接後行車紀錄器的這條 線的接頭 有問題 有問題 所以這台主機的 後鏡頭線是有問題 就一小段 就這樣一小段而已 藍色到這個 一小段而已 那我已經在網路上 再找別的店家 然後買一模一樣的 因為我就不相信 他媽我那麼倒楣 又買到一個有瑕疵的 我就不相信 買了同一個廠牌 一模一樣的東西 再回來裝一次看看 對然後呢 那我裝上去的話呢 原則上呢 我只要把主機換掉 主機換掉就可以了 線也不用重拉 因為線是沒問題的 線是沒問題的 所以線我不會重拉 我只是把主機拿掉 主機換新的看看 對然後呢 在我車上這台舊的呢 舊的主機呢 我可能就便宜的 在網路上給賣掉 在網路上給賣掉 就便宜一點啊 可能 可能 可能400多吧 砍半吧 因為我這台1000 1000多一點點啊 那我至少砍半吧 500 因為後行車 後鏡頭不能用 那就砍半 就500 400左右 就給他賣掉了 反正就是 賠錢賣掉 然後我再看看 那如果上架 一個多月 都賣不掉的話 那我就會下架 把這個 留來當貝品 留來當貝品 就是 就是以後 我的行車進入器有任何問題 需要材料的話 需要什麼東西的話 我就從這個 舊的下去拿就可以了 然後 這就是我的分享 人家說 買3C的東西啊 吃電的東西 有IC版的東西 甚至記憶卡的東西 好運的話 會讓你用很久 媽的倒楣的話 可能 一裝上就有問題 或是可能 用個一兩次 就有問題 我後行車記錄器 只用一次 只騎出去一次 回來就掛點了 對 所以我就很倒楣 但我還是在買新的 因為我覺得 後行車記錄器很重要 因為追撞的話 有時候 對方不提供行車記錄器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怎麼撞 因為他要 把自己的行責 降到最輕 所以他不會提供行車記錄器 相對的 他沒有提供 他也不違法 警察也不能強迫他提供 所以我覺得後行車記錄器 反而比前行車記錄器還重要 因為追尾 因為你前面還可以看得到 你眼睛在前面 但是你騎車的時候 你眼睛不可能長在後面吧 所以後面的 突發狀況 你完全是 不知道 你完全是沒有反應的 不像前面 你還有 機會去反應 所以我覺得後行車記錄器很重要 我當初就想說 後行車記錄器就廢掉 就不要裝 就一直用這個就好了 因為我不想再浪費錢了 可是我想想 不要這樣子 因為為了安全 媽多花 1000多塊 再去買一台 我覺得值得 我覺得值得 對然後 然後這就是我的想 這就是我行車記錄器 運氣 運氣 運氣差 買到一個瑕疵的 那瑕疵我會賣掉 我會賣掉 因為他只是 只剩前鏡頭有功能而已 我就便宜的殺出來 對然後 就這樣子吧 希望 這台行車記錄器找到一個 有緣人接手吧 就這樣 掰掰 來喔 我再補充一下 我多買 我買了一個後鏡頭 是跟這一個廠商買的 應該是說 這個後鏡頭是 這個品牌的 這個品牌的 因為呢 我在 蝦皮上面看 也有 也有他牌的5針 5pin的 後行車記錄器 那有 還有 也有 阿狗阿貓牌的行車 的後鏡頭 對然後都是 對應5針跟5pin的 對 然後他們都很便宜 有的賣90 有的賣110 90到110之間的 那還有一個 還有 我記得我看到的 還有補光燈的 還有補光燈的 就是鏡頭後面有4顆 LED或是 一整圈LED 對他那個的話也是100多塊而已 100多塊而已 但是呢我怕呢 算是5針可以對應 街頭可以 街頭可以對應插的上去 但是我怕 他可能不是 不是這個品牌後行車記錄器 我怕他讀不出來 他沒辦法去做錄影的功能 所以呢 我就是 我就是買這個品牌後行車記錄器 260 很貴喔 貴一倍喔 我剛剛講就說他牌 阿狗阿貌牌才 110 90塊左右 但是他需要260 260但是我覺得 呃 就直接買260啊 如果買了110 雖然 差拼 差的進去但是 他沒有辦法去 讀取錄 讀取 攝影的話 我還是浪費那 100多塊錢 所以我就買這個260 那我去淘寶看啦 這五針的後行車記錄器 很便宜 但是呢你買的時候你還要再加運費 皮皮皮皮皮皮加起來 其實在蝦皮買就 就可以了 除非 你要買很大量 那你去淘寶買就有賺到 那如果你是買一個兩個三個 那我覺得你就在蝦皮買就好了 反而比較方便 然後 拿到貨的時間也比較快 對然後這就是我的分享 來這個牌子喔 這個牌子對這個牌子我買到一個 一個 彩雷的行車記錄器 彩雷的行車記錄器但是我不相信 我的運氣那麼差 我又再買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的行車記錄器 一模一樣的廠牌一模一樣的規格 再裝一次看看 我就不相信我運氣那麼差 然後就這樣子囉 掰掰